之前狗狗在幼儿园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老师们准备了超多的玩具 他们玩得很开心 不过上次有狗狗提出想吃鸡腿 没问题 狗妈变身食堂阿姨安排上 小朋友们开饭喽 吃饭就是要营养搭配 今天我给你们准备的有 紫薯 胡萝卜 卷心菜 鸡蛋黄 还有昨天谁说要吃鸡腿呢 有鸡腿 还有肉肉 最后还需要吃鸡腿 好 安全 好 小吃吗 昨天谁想吃鸡腿来着 哇塞 酥不酥 要开饭了 我们先带一趟小微嘴 这是你的 下锅皮也有 小朋友们 午餐已经准备好了 那你们就吃吧 好好吃啊 拜拜 让我看看谁不乖 是不是你们两个挑食 这个都要吃呢 吃了才能健康 才能长身体 要向火龙果学习 一会儿我给火龙果点个赞啊 好 吃吧 火龙果啊 你还平板支撑呢 火龙果皮啊 吃你自己的 火龙 吃你自己的去 火龙果 rain 火龙果 火龙果 火龙 不错不错呀 都吃光了 诶 这啥 哎呦喂 都是你弄的吧 火龙花 这是谁弄的 是不是你 啊 谁这么不听话还乱藏 窗天的宿连 乖呀 睡吧 睡觉的 你怎么不睡觉呢 哎呦 要老师摸摸是不是 啊 真乖啊 你也睡吧 小果粒 你怎么了 嗯 要讲故事呀 睡觉了 睡起来来讲啊 来 盖上被子睡觉啊 好 睡吧 诶 果皮怎么盖进去了 啊 你还藏了个玩具呀 谁藏着呀 假装睡觉 拿走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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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诶 你们几个要干嘛 想回家是不是 还没放学呢 回来睡觉 狗狗终于睡了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别看这会儿睡得这么乖 下期节目他们争风吃醋 霸占玩具 竟然还装病 不过这点小伎俩 可难不倒万能的果妈 立马便是医生 小细精哪里逃 打针 可爱的小伙伴 一定都会关注我 喜欢别忘了点赞 评论转发哦 那么大